Hello,畢基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台灣針對自由行剛剛開關 台灣竟然推出一個針對香港的50萬份5000元新台幣的消費金 先聽聽內容 台灣交通部昨天在2月22日表示 以定多項方案來台灣自由行旅客有機會獲得5000元新台幣 接合大約香港港幣1300元的消費金 台灣23日在各方面會更多這個消息推出 當局表示計劃發放給自由行旅客50萬份5000元的新台幣消費金 將提供電子的票證在台灣消費 亦可以抵消台灣住宿的優惠 即是擺明搶了 競爭白熱化 台灣行政院長今天通過台灣交通部報告 就是說疫情加強了經濟和社會韌性 全民共享經濟成果設施計劃 行政院促進公共運輸 使用這個方案和加速擴大 吸引國際觀光客的方案 台灣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 交通部提出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的方案 針對日韓、新南向、港澳、歐美等四個主力市場的自由行旅客 團客分別規劃50萬份 分別有5000元的新台幣消費金 旅行者送給每團可獲得1萬至2萬元的新台幣 共會贊助9萬個團 交通部表示 特別預算中規劃發放給自由行來台的旅客 這50萬份的新台幣消費券 其實也會提供台灣消費抵扣台灣住宿的安排 大家原來都很欠旅遊業的發展 一旦復償,一旦疫情之後 大家都希望找同一班客人 大家鬥了,鬥到現在 出面了 為什麼你送飛機票,我送 我直接送現金給他們使用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究竟是將來新加坡和台北打雙打 那一說台灣和新加坡和香港打雙打 現在都不知道 因為香港已經送了很多機票 就給新加坡的旅行社 也送馬來西亞各樣東西 就希望那邊的人直接飛來香港 現在你這樣搞,真的那些客人要想想 不如又來這邊 怎麼看 真的不知道怎麼看 北基道 繼續跟大家跟進 這個旅遊業 白熱化的競爭過程 多謝各位 繼續支持北基道 點贊訂閱 啦